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喂 不好意思 那讓大家就等了 那我這邊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如何從無到有建置一個Google Action 那我是Pichu 來自台灣智慧家庭股份有限公司TH 那這是一間做智慧家店 以及物聯網為主的新創公司 那我們TH主要的宗旨呢 是打造台灣的軟體產業鏈 另外TH也是一間遠端工作的公司 所以也歡迎在高雄的朋友們 假如有打算找工作 的話其實可以直接敲我們粉絲團 或是寄email來詢問 那同時我也是個軟體工程師 舉辦像是Android的iOS 然後前端後端都有一些經驗 另外我是中山資工研究所畢業的 那如果說也是中山資工研究學弟們 可以歡迎來我們這邊這樣子 那接著我稍微介紹一下CoastCup 因為這次題目是CoastCup的小班手 所以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下 那CoastCup的中文叫做開源人年會 是個由開源社群聯合推動的年度研討會 那會選的CoastCup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議程 它並不是對齊的 就是它其實還蠻亂的這樣子 所以它有個挑戰性在 好那我們今天的大幹的話 主要會介紹到 就是做完整個Google Assistant的Action 我們會用到一些小工具 像是Google Assistant Action上Google Dyla for GoLang及Sketch 然後再來是實作流程 在整個實作流程都要大致上分成六個步驟 第一個是初步確認使用者體驗 介面設計 把意圖送入Dyla for 然後變成串接外部的API 實作意圖以及最後的特色送審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Google助理 Google Assistant Google助理的話是Google Assistant 它目前中文的官方的翻譯名稱 那它是從2016年開始讓大家使用的 目前支援的語文有英文有日文有韓文有韓文有中文 那正在這邊看到的都是它有資源的部分 中文的部分是在去年2018年開始支援的 再來國際化平台開發的好處是 有些工具 平台會幫你鼓勵好一些國際化會遇到的問題 讓你的應用可以很快速的擴展到其他平台市場上去 再來是提到應品的部分 開發Google助理和以往開發Lightbot 或是Facebook Messenger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有各式各樣的應體支援 Google助理它除了傳統我們用手機作為載具以外 它還有像是Google Home Mini Neshub這些新的應體 那在Google Home以及Home Mini的部分 它是沒有螢幕顯示的 然後它是單純只有語音 所以在設計上面其實我們會多一些挑戰 那另外是我們在設計傳統Chatbot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考慮使用者是用音訊 以及我們送它一個音訊出來 就是可能射到一個 或者是Bling的這種音效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其實多一些機會可以使用 那再過來是最右邊這邊 Android的Fone的部分 在Android的5.0之後 你只要長按螢幕中間下方的Home鍵 就可以叫出Google助理 而在iOS也就是iPhone和iPad的部分 你可以從App Store下載Google助理的App Google助理除了在這些專制以外 目前積極把它的版圖擴展到車用 以及像我們在耳機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騎摩托車的時候使用Google助理 那在Google Home Mini它的第二代 我們叫它Nest Mini 它也即將在台灣開售了 另外可以再值得一提的是在Nest Hub這個部分 Nest Hub目前在台灣還沒有開賣 那在美國、新加坡等英語系國家以及日本 它已經開賣了 那它的特點是它支援螢幕 但是它並不支援Web 那支援螢幕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圖形介面、GUI上面的互動 例如說目前它比較多是擺在廚房 然後去顯示食譜這個樣子 接著是介紹Action上Google Action上Google 在Google Assistant上面的App 我們會叫它Action 那現在中文官方翻譯叫做動作 目前比較常見的動作大致上有三種 第一種是Apple Action Apple Action類似Siri的IOS的Siri捷徑 Siri Shortcut 那我們目前查到的資料是這個東西它還在測試中 再來是它還不支援中文 第二種的話是Smart Home 那之前查到的資料之前也會叫做Home Control 兩個是同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想要控制一些聯網家電 或者是自己開發一些IoT device的話 就可以用Smart Home進行創接 那這部分的話歡迎有興趣的人也找我們TH去討論 那第三個的話是Conversational 對話式 舉方說你今天要做遊戲、要做訂餐、做客服 都是使用這個選擇 那這個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到的主題 接著我們介紹的工具是Dilog Pro Dilog Pro它是做自然語言理解的工具 在你不需要後端資料庫的情況下 可以利用Dilog Pro去做很簡單的動作 像是政治人物語錄這個動作 它就是純粹使用Dilog Pro 沒有用到任何後端程式就完成它了 那在Google助理並不是一定要使用Dilog Pro 像是我們TH自己開發的女僕小白這一隻 它就是沒有用到Dilog Pro 因為它先完成了LiteBot 那我們就拿我們當時LiteBot用到的NLP引擎直接拿來用 就直接串上了Agence on Google平台 那可不可以混合呢?可以 像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開源人聯繪這個動作 它就是在前面先串接了Dilog Pro 後面再接到我們自己開發的Golain Server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NLU 什麼是NLU呢? 它中文叫做自然語言理解 那我覺得簡化來講 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連連看的過程 首先我們在右邊去下去設計幾個固定的分類 那我們在左邊我們就開始舉例一些例句 接著告訴我們的工具說 什麼句子應該要連到什麼樣的東西 這過程學術上的術語叫做labeling 那這樣子做完連連看之後 我們就會有中間這樣子的關係圖 實際上比較複雜一點 這邊只是把它簡化出來 有這個關係圖我們就會叫它model 來進行預測 舉例來說 IP401在哪邊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希望機器能夠把它連連看連到尋找教室 下午有哪一些議程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希望把它連到尋問議程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像是302怎麼走 這個可能之前沒有出現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這個模型 它可以自動幫我去連到尋找教室 或者說可能今天莫名其妙來問一個 颱風天有放假嗎 那這東西跟前面無關 那我們希望它去連到其他這邊來 所以好的模型的話它其實就可以幫我們去做這樣子連連看 在傳統的做法我們可能會用if else或者是regular impression 去把這些句子的關鍵字抓出來 那只是你今天用Dyla4的話其實很快速的去做第一層分類 那後面的話我們仍然還是可以去串接我們自己的分類器 然後自己去做labeling的這些動作 在介紹完Dyla4之後我們緊接介紹的是golan server 這邊選擇golan的原因純粹只是個人偏好而已 如果你今天要用physen、php、javascript、node.js都是可以的 那在這邊server主要的用途有三個 第一個是透過context來進行第二次的意圖判斷 context是什麼我們接下來會再做詳細介紹 那第二個是管理session 例如說今天這個使用者它目前有哪一些context 那第三個的話是創接第三方的API 如果你今天做的動作是管理天氣的話就是氣象局的API 如果查經一層的話就是去創接conference的API 最後是介紹到sketch sketch的話是我主要使用的設計工具 如果說今天你沒有打算使用sketch 你也是可以選擇使用poppoint或者是繪圖軟體 如果google它有提供sketch的component 就是現成的這些形狀它只是有提供的 那在對設計師來講它可以很快速的拉出像這樣子的圖形 使用設計工具主要的好處在於人是視覺動物 所以今天你想要來玩這個東西要在做公司裡面的內部提案的時候 你只用想的大家只會覺得說你只是想做個chapa 不太確定說做出來為什麼要投入資源 會有什麼效益之類的 那用設計工具的話你可以在一開始去釐清這個action 它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它實際上解決的能力到哪邊如何 好那比較介紹性的東西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講比較實際的部分 首先是初步確認使用者體驗 那在這邊以開月人年會小班手來做示範 第一個我們介紹的是Display Name顯示名稱的部分 顯示名稱的話除了知道你是誰以外 還有讓使用者進入這個動作呼叫你的程式的用途 通常使用者會用幫我叫開月人年會 OK Google 幫我叫開月人年會 這樣的句子進來 那這樣的句子它是OK的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是因為它是中文辨識 所以你今天如果叫他OK Google 幫我叫Costcap 那這樣子會不行 因為它的中文語音輸入可能沒辦法順利辨識英文 或者是說你今天是我叫開月人年會小幫手 那它可能會被審查的時候會被退審 因為你不能有小幫手這個字樣 所以這邊會建議大家借要多準備幾個備案 那你拒絕的時候你才可以去換個名字 就是這樣子 主要Google它不讓你過小幫手的原因是因為 Google方面它擔心使用者會混淆 那所以這種時候有時候是送誠你才會知道 再來是Internet意圖名稱的部分 意圖名稱的部分其實很重要 它可以去切割每個動作的場景 好的名字可以讓你的整個架構變得簡潔 好擴充好維護 但是去設計這個架構基本上它也是以經驗為主 所以在這邊分享一個我做過的案例 那這個案例的話是一個可以查詢 午餐晚餐要吃什麼機器人 就是它可以去查詢餐廳 假如你今天問它說 延城區附近有沒有賣牛排的餐廳 那它就會透過後端資料庫 隨便推薦你一個賣牛排餐廳給你 所以我們列舉了幾個意圖 我們除了找賣牛排的 我們可以找賣飯的賣麵的 結果我發現這樣的意圖設計詞它有問題 因為假如我們今天要去找包吾大樓附近 有沒有賣披薩的餐廳 我們就得再另外再多新增一個意圖 那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們只要多新增一個意圖 我們就必須要重新做分類 重新做連連看 重新做訓練 尤其有時候你會遇到那種餐廳 它是什麼都賣的 那在開發上面它就會越來越難維護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一開始的設計 是用使用者的動作為主題的話 例如查餐廳 查位置 查這間餐廳的菜單 那其實就會變得簡單很多 再來的話要介紹的是contest contest通常你去查國語字典 它會告訴它叫做上下文 那在這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對話背景 就是你再去講這個東西的對話前提 前情提要這樣子 那舉例來講我會把使用者 上一個動作在做什麼放入contest中 那假如它上個動作可能是在查詢 議程列表或者是查詢某個議程的資訊 那接下來它問我說在哪邊 那它可能想知道說特定議程 那這樣子我透過contest我就可以知道 它在34分查43號議程 接下來在36分查65號議程 那它現在問在哪邊的時候 它就是要知道它最近查的這一個65號議程 那這個contest它是一個設計技巧 那也是讓對話機器人 目前進一大步的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再來是回音訊息的部分 回音訊息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比較學術的術語 叫做自然語言生成 NLG 不過實際上用到機器學習的方式 來做NLG的案例真的很少 大部分人其實都是用字串把它串一串 就把它print出來了 那在這部分當然你可以去參考 網路上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一些聊天機器人設計的書籍 基本上一個大圓的就是不要讓使用者 有太大的開放空間 舉例來講你可以試著和我聊天 這個是NG的句子 這種回應不太好 因為它可能今天就這五花八門 你完全預測不到它會跟你講什麼 試著誘導使用者去做你希望他做的動作 例如說你想知道第一天有哪些議程嗎 好嗎或者是不好 二選一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從第一天有哪些議程開始 那突然他下一句話就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第一天有哪一些議程 十之八九就都會是這樣子 假如你今天在設計這個選手 他有隱藏菜單讓你的一些朋友知道的話 他們自己就會去點這些隱藏菜單了 那否則其實你就是每次都是告訴使用者 你的招牌菜就好了 再來是建議列表的部分 建議列表的部分很重要 那它也是在Google Action 它兼在有螢幕的設備上的一個特色 一方面它可以進行火力展示 那另一方面 通常在這邊這個列表中的功能 開發者都會測試過 所以你今天壞掉的機率其實會低很多 假如說你今天整個Action 它是有些後端用程式生成的話 那你可以用Context來預測使用者接下來會做什麼 然後動態產生 接著是圖像介面的設計 雖然說在Trapbox我們都講VUI 使用者語音的使用者設計 但是在不同的平台上 你可以透過圖像設計的方式 來讓使用者獲得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舉例來講我們把接下來的液程列表 用視覺顯示的表格 去做視覺化的 系統化的資料顯示 那在聲音的輸出上 我們當然不是每個都念出來 聲音的輸出上我們就簡單回憶 現在是上午11點15分 接下來的液程資訊如下 接下來使用者就會把眼睛放到中間這邊繼續看下去了 好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 在這邊我們 咦 是不是跑了 喔好 我有沒有跑 喔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關於意圖的部分 我們介紹設計的哪一些頁面 首先第一個是歡迎頁面 當使用者今天呼叫了你的動作之後 Dyla4會把他引導進來 觸發一個叫做Welcom的Intent Welcom的意圖 那今天是全新的使用者的話 那你可以去簡單的一下介紹你自己是誰 可以做什麼 大多數的使用者在目前這個階段 他就是去瀏覽一個 那個你會做什麼的動作列表 那他隨機看一個icon好像是很喜歡的 就給他戳下去 那戳下去的話 其實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是亂點進來的 所以那再來的話 我們介紹的是Code to Action 就是讓使用者知道 他現在進來了 那所以接下來我要幹什麼 所以你在這邊 你可以從你會做什麼開始 這叫Code to Action 讓一個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現在應該要做什麼的使用者 有事情可以做 那在Code to Action 你如果說今天是在做遊戲 或者是在做故事介紹的 那你可以在Code to Action的時候放 你可以給我一個感人的故事 那假如說你今天開發者 你也不知道說到底Code to Action要放什麼 你可以學我們一樣 就是放一個你會做什麼 那通常你會做什麼 這個Intent觸發下去之後 就會進到一個叫幫助頁面的部分 幫助頁面的部分 你就可以再更詳細一點 介紹說你會做什麼 例如你可以幫忙查詢議程 管理訂閱列表之類的 那你也可以動態去做幾種不同的回應 大部分使用者聽完這邊 他就離開了 他就知道你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的 他現在還用不到 他就離開了 所以你可以去準備一個意圖 來判斷使用者離開 再來是可以注意到這邊 我在設計這個名字的時候 Content 這裡有一個BeforeActivity 那我是把它分成活動前和活動中 活動後 會有不同的反應 在活動前的話 我們會集中在註冊要錢嗎 註冊什麼時候開始 這些跟註冊相關的資訊 那在活動中的話 我們的chip就變了 我們就主要以服務說 它的議程什麼時候開始 IP310什麼時候開始 接下來2011有什麼議程 這些東西 那有最大正變了 然後再來是 他看到議程之後 他接下來問IP1011什麼時候開始 那我們就把接下來的議程 不是全列出來 我們把它大概列個三項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會去記錄說 使用者他問了什麼問題 那前三項列了什麼 哪一間教室 為什麼要記錄呢 因為實際上議程的名字 他可能十分的活潑 那這樣的話 使用者他直接去喊議程的名字 便是可能會失敗 所以我們記錄說 我們剛剛前三項印了哪些之後 使用者就可以用 請問第一項議程 我要第二項議程的詳細資訊 去連結到下一個詳細資訊議程的意圖 那詳細詳細資訊意圖之後 我們就開始將重點資訊提供給使用者 包括他今天在哪個教室 在什麼時候幾點幾分 以及他的議程介紹 再來是提供網頁連結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是軍醫教育平台 他的動作詞大量用了這樣的技巧 就是他並不是把所有的課程 所有的影片通通都在動作上呈現 他其實很多是打開網頁的連結 直接連到他們自己的網頁去 但是這樣的做法其實有一個缺點 他只能適用在手機的狀況 在耳機、在Google Home 或者是在Home Hub的情況下 他是沒辦法開啟網頁瀏覽的 接著是Call to Action 因為當時想要測試 Azion上Google的User Storage的功能 所以這邊設計一個我有興趣的按鈕 那我有興趣他按下去之後 我就會判斷他是打算要新增這個議程 到他的列表 新增議程之後 我這邊的議圖名稱 他是新增議程 而不是說單程的顯示列程 我在新增刪除顯示 是分成三個不同的議圖的 顯示有顯示 然後新增有新增這樣子 那新增的第一個回應 通常是要讓使用者知道說 有議程被新增了 像是設定完鬧鐘 再複數一次 已經幫你設定好12點30分的鬧鐘了 那這時候可能有時候也是有意外 像是我們早期在控制電燈 在控制這家電的時候 開一次燈就跟你講說燈開了 關掉燈跟你講燈關了 那使用者可能會覺得很煩 你可以 所以我後來就把它變成只是B 或者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燈開不起來之後才告訴你燈好像壞掉了這樣子 再來是回應的時候 這邊是用顯示的方式顯示列表 然後在建議文字的地方 我們提示說要怎麼樣去做刪除 然後再 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在Google Action上面 結束的地方要把它問句話 原因是因為你如果沒問句話的時候 宋審會因為讓使用者麥克風保持開啟而被拒絕掉 主要原因是使用者他如果不加上問句的話 使用者他可能不知道說麥克風還是保持開啟的狀態 那動作還在等他回應 所以不小心就會有其他的東西被錄進來了 最後我們利用每個議程的結束時間 去動態的生成他後面的那個 下一個查清議程要的起始時間 接下來是介紹一下跟大多數的平台類似 Google Assistant它也是可以放圖片 那圖片都要在NestHub 它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介紹的是Fallback Fallback它其實是個很重要的意圖 因為你所有辨識不出來的意圖都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搞不好你實際上 進入Fallback意圖的使用者數量 比你的歡迎意圖還要高 那在這邊設計Fallback有一個重點 第一個是你要讓使用者知道說 他現在在跟哪一個動作說話 因為他今天眼睛可能根本沒有看著螢幕 所以他不知道這個標題還在原本的意圖上 我們曾經在做這家店 女僕小白的那個意圖的時候 我們收過一個訊息叫做導航到領口長根 那我們就知道說好像不太對 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 叫工程師做一個導航的功能嗎 也不是嘛 就是我們提示使用者說 他現在應該要離開現在的技能 否則他會一直卡在這邊 以為說Google的助理他壞掉了 再來是 其實大部分訊息進來之後工程師都會有機會看到 所以有些使用者進來的時候 他會進來一些有幫助的點子 例如說 新天的氣溫如何天氣怎樣 那有些人他很好玩 他就是純粹是來搭訕機器人的 就是他真的是來搭訕機器人 三不五時就問說你有男朋友了嗎 你現在幾歲你心情好嗎這些 那我現在還沒有做過這麼多機器人 還沒有遇過任何機器人沒有被搭訕過的 那遇到這種事你就不一定要去理會他 那其實再來的話有些問題是 可能你是真的你也不一定會回答的問題 像是突然問一句 請問哪個議程比較好 那你今天問現場工作人員 可能他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最後是Fallback 在Fallback上你盡可能要去避免去回應 一模一樣的訊息 像是很常見的聊天機器的設計 他再聽不懂他會說 對不起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我還在學習 那你一次還好十次以上 一直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你會覺得他完全沒有任何誠意 那假如今天Fallback被用完 也就是他一直在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的時候 你自己content要有一個counter 那你就直接跳出動作了 不要跟他退不起了就跳掉了 你覺得有句話叫做 逃避雖然可恥但是有用 好那接下來是離開意圖的部分 離開意圖基本上就是判斷 使用者打算要離開動作的時候 他就會進入離開意圖 另外使用者他隨時都有可能 按這個叉叉就中理了 所以會進入離開意圖的 基本上都是算有禮貌的使用者 那再來是請考慮平台的使用者文化 舉例來講在Google助理上面的使用者 他堅肯會講我要找Google小姐 幫我找Google助理 我要回到Google助理 救命快點讓我回到Google助理 Google助理咧 這些都是離開的意思 就特別注意一下 那假如說你這次的c選 從開始到結束 都沒有發生任何Fallback之後 你可以跳出邀請評分 可不可以使用者這時候 就給你一個五顆星了這樣子 再總結一下整個流程設計的部分 強烈的建議說要設計的意圖 基本上是這四個 歡迎你意圖、幫助意圖、Fallback以及離開 那在設計完意圖之後 就是把這些意圖送入Dialogflow裡面去 那基本上你就是打開Dialogflow 然後去點Create Intent 那接台都是下一步、下一步這樣子 所以這邊只是做一些重點提醒 第一個的話是在IntelName的部分 IntelName把我們之前在Sketch上面 裡面打的名字直接Key進去就好了 Gap是Context的部分 Context你可以後來再補貼 那要注意的是這列的InputContext 必須要完全Match使用者 他現在你設定使用者目前的Context 他才進來這個Intel 然後在第二行的OutputContext 這個部分的話是指觸發完這個Intel之後 要幫使用者設定哪一些Context 在這邊如果還沒有創建後端的時候 他會自動去做設定 然後在這裡有個5 是指5分鐘的意思 所以這個Context設下去之後 5分鐘內有效 再來是在Training Phases Training Phases的話 它是個看似簡單 可是需要很用心的部分 由於一句話已經有很多種表達方式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的意圖 是要去查詢特定時段 有哪一些議程的話 那我可以說 請問第一天9點20有哪一些議程 9點20有哪一些議程 第一天有什麼議程等等的 所以你今天能不能讓使用者 覺得這個Action好用 有一部分會建立在這邊訓練資料 也就是範例語句的輸入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範例句 那在這邊幫我注意一下這個東西 備忘 主要原因 在這邊寫的是備忘 那備忘的晚上9點有哪些議程 聽起來怪怪的 主要是Google它的中文語音辨識 沒辦法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那這樣子進來的句子 可能有同音同音詞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手動 去幫使用者的句子放進訓練資料 這樣就行了 那這樣子使用者就知道說 因為他看到辨識不出來的時候 他知道問題不在各位開發者上 那只是你如果放進去的話 他可能本來預期沒有成功的 居然就成功了 他就覺得這個技能其實很好用 那另外是Dylafor 使用Dylafor的另外一個好處是 他幫我們整理好各種語言慣用的時間表達方式 所以你要去做個幾點幾分預約服務的Action 是很簡單的 那使用Dylafor有一個好處叫做 他有一個東西叫做內建Entry 因為我們設計新服務的時候 可能很難一次把所有的時間表達方式列舉出來 那我們可以透過內建Entry的方式 把它時間放出來 像這邊標示橘色的部分 就是內建Entry 那CourseCup它有兩天 第一天我們叫Day1 第二天把它叫Day2 所以我就把Day1、Day2這種東西 用內建Entry下去做處理 另外是在Rename的部分 我也是把它做成內建Entry 然後在這邊的話 它的顯示方式 如果你右邊它聽到什麼 它就辨識成左邊的東西 舉例來講 它聽到IT301 它就把它辨識成IB301 聽到台北101 它就把它辨識成IB101 所以你跟它講說 請問台北101怎麼走 它就會給你IP101的地圖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就像剛剛說的 假如你有辦法顯示的話 使用者會知道說它不是設計者的包 那可是如果你是在智慧音箱 或者是耳機的狀況下 它沒辦法看到 其實是它的咬字不清楚辨識錯誤了 所以你今天加的東西越多 使用者可能不預期這樣可以被正確辨識 它就會被正確辨識了 就可以去增加使用者的滿意度 要注意的是在自定義元素的部分 比較建議是把固定內容的東西放在這邊 舉例來講 全台灣的相證數量是固定的 所以可以放進來 那如果這很動態的東西 像是公司的菜單目錄之類的 建議是抓取API之後再來判斷 再來是抓API的部分 台灣目前大多數的API是沒有收費的 那有些人它就會無限制的一直抓 這樣子不太好 舉例來講 假如有個API它五分鐘更新一次 那應該是五分鐘抓一次之後 放在自己的Surfer 而不是每個使用者每個使用者 來都抓一次 這樣一來的話會去增加使用者 它整個玩法的時間 二來的話會造成資料提供的制服器 不必要的負擔 那另外一次這一次Cost Club 有發生電力問題 就我們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沒有設計到輕功快捷的方式 導致教室資料沒有更新 所以就是大概一個設計的取勝 那接下來實作意圖的部分 就是帶大家從Cost Club的小班手開始 那這份程式嘛 基本上是在一到兩個月左右寫好的 那 那個同樣的QR Code在這邊 首先的話 介紹的是Program Fetcher這個檔案 大家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比較不傷眼這樣子 那點入Assistan那個資料夾 就會到這裡來了 第一個Program Fetcher 是負責抓取快取樣Program資訊 那目前聽說Conference 都有一個統一的議程格式 如果有的話其實就修改一下這邊網址就可以用了 那第二個Servlet的部分 是拿來設定說目前的Listen Port 還有把它變成系統服務用的 那我們實際上是Listen一個Local Port 然後再用NGINX或者是NROC 下去指向它 然後再用那個Dyla4 去指向這個服務開的Public Port 那再來是 假如你今天要擴充工程的話 就是去參考這邊有一大堆 結尾是Intent Processor的東西 下去一樣畫葫蘆就好了 然後是Intent.co 你增加新的Intent Processor之後 再把它掛進來 Intent.co它今天有一個List裡面 那掛進來之後 它就會去根據你在Dyla4 設定的Intent下去 找到對應的Processor做處理 在Payload這裡的話 我設計了 我放了很多 就是照著文件寫好的Payload 那你這樣子要發出來的東西 就會比較好發 那以這個來講 它就是Suggestion Chip的Payload Time Machine這個東西 是我拿來Debug用的 主要是我要測試說 目前時間 用時光機器跳到活動中 活動前Day1,Day2 這樣子下去 測試它的異程有沒有正常運作 User Storage 是拿來管理 儲存使用者Contact之類的東西 那在做儲存資料設計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像是Cookie一樣 今天從瀏覽器來的東西 我就把它送回去瀏覽器 那使用者 他可以在技能頁面 有一個查看儲存的資料 點進去的話 他就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技能中儲存的資料 以這邊來講 他是最愛列表 那使用者 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 被儲存成什麼資料 可以去把它清除掉 另外一種是 你可以把它在這邊去存Session ID 然後Session ID 在後端資料庫去做關聯 C3的Intent Processor 其實就如圖這樣子 那我就把要講什麼東西 放在這邊 用寫的在這邊 然後用講的在這邊 那Session Chip在這邊 然後就把它組成給Paylon 就送出去了 就是填回應這樣子而已 最後到測試送審的部分 開發完了 就是進行測試送審 測試送審的第一關 大家常感到一關 是叫做隱私權政策 隱私權政策 如果今天是公司開發的話 就是填公司的 公司沒有叫公司寫一個 那再來的話是 參考別人的寫一份 放在自己的Github Gist 或者是Google Document 這樣子也可以 或者是用Google提供的網頁平台 比較漂亮 也是一種選擇 iPhone部分 目前還沒有聽到 被退回的案例 簡介的話清楚的描述說 這個技能是做什麼的就行了 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其他技能是怎麼寫的 實際上被退回的狀況 比較多是像是麥克風 換自己關 使用者不知道對話結束 然後他會錄到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最後 如果實際上有開發經驗的人都知道 照著書做 或者是照著我這樣子講 好像都很簡單 自己來就困難重重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如果遇到問題怎麼辦 第一個推薦是把request 直接dump出來 第二個是去看Dialog4的官方文件 它寫的其實很清楚 第三個是H&Google的官方文件 它有寫直接接和你用Dialog4接 你的程式應該怎麼寫 再來的話就是去看Static Drive 就是當你Agent Google的文件 你覺得這文件寫錯了 你就寫信過去問Google Google就會叫你去開Static Drive 裡面會很清楚的告訴你 是你的哪一個參數下錯的 參數名稱 哪個參數名稱錯的 它都會在log裡面告訴你 再來的話是 這邊有一個Google助理動作開發的臉書群組 那裡面有不少台灣的Google助理動作開發者 會在這裡面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記得加入的話要稍微寫一下簡介 不然不會被通過這樣子 好 燒好了嗎 因為這應該是倒數第二章了 可以想一下有什麼問題 那最後的話就是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之後這邊的話是我們TIH的粉絲團 那也是假如說你今天有什麼要聯絡TIH 聯絡找我的話 也是可以透過這邊 然後來找到我們這樣子